来自南方都市报报报 据外媒报道 因暴力执法制黑人男子乔治·弗洛伊德死亡的主犯 美国前警察德里克·肖万 将于当地时间6月8日下午 北京时间6月9日凌晨首次出庭受审 有法律专家在采访中表示 如果肖万被定罪 他可能将面临40年监禁 据外媒报道 此前肖万原定于当地时间 6月1日首次出庭 后被推迟一周 目前当地检方指控肖万犯有二级谋杀罪 有法律专家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 目前当地警方需要做的是 证明肖万在逮捕中使用的武力是不合理的 如果肖万被定罪 他将面临40年监禁 除了德里克·肖万外 另外三名涉事警察 托马斯·莱恩·陶绍 和亚历山大股恩 也将面临检方以谋杀罪提起指控 明尼苏达州总检察长基斯·埃里森 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 检方将追究每一个涉事者的责任 我们计划让每一个涉事者为此负责 我计划让每一个涉事者为此负责 我计划让每一个涉事者为此负责